這樣其實蠻方便,就是輸入完期期日期 然後呢他就幫我把我需要的資料給帶過來 那這樣應該就相對沒有問題 可是比較會可能出現問題的部分 大概就是說輸入的日期格式不正確 或者是說他可能忘了加斜線等等的相關的問題發生 那如果你要為避免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其實是可以在這邊做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輸入完畢之後的話,做一個邏輯 那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isday 就是你如果用vba點 他裡面我剛剛查一下,他這邊有一個isday 也就是說他可以判斷說 假設你給那個x,比如說x給他檢查看看 如果我一true的話,那他就是一個日期 反之就不是,詳細的說明你可以在isday上面按F1 他會跳一個相關的說明 有些相關的範例 如果便是他說可以是有效的日期 時間為true 所以底下有一些範例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isday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當然呢,除了x要日期之外 而且and,不應該是and and呢,就是說那個什麼呢 xy也要是 這邊就是加一個y 然後then 才能夠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一般我習慣是 再加一個ls 反之的話呢,要做什麼? 然後這邊andif 那一般習慣的話 當然這個簡單的 簡單再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 因為常常你程式寫完之後 你希望有一點防呆的機制 那但又不希望寫得太複雜 那通常一定還是用邏輯判斷 那至於邏輯判斷怎麼寫 可能像這種防呆真的也寫不完 因為太多要去考量的 比如說第一個xy一定要標準日期 第二個的話呢,可能還要考慮到什麼 x的日期一定要在前面 y的日期一定要在後面 所以如果 假如那個什麼呢 x大於y的話 那也不ok 所以這個當然你都要判斷 也就是必須要是正確的 你才有辦法吃 不然的話你丟給server 回來可能會是錯誤 甚至沒資料 那我們可以先加一個邏輯判斷 用什麼? 用isday去做判斷 這兩個一定要都日期 那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才去做抓資料的動作 那如果為false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方式 就是再多一個message box 就是跟他講說 什麼呢 這個日期格式輸入錯誤之類的 這個日期格式輸入錯誤 OK 他就停下來了 可是如果假設了 你想說 老師那我輸入錯誤了 如果每次我錯誤 然後我就要按一下 又重新輸入 然後又錯又要重新按一下 很麻煩耶 那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如果輸入錯誤 表示我可能不小心輸入 那我可不可以讓他自動回到 這個程式的這個位置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VPA 其實他這個語言其實還蠻 算蠻老的 蠻資深的 現在的程式很少 能夠有那個回頭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如有個需求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讓這個程式 比如說這邊錯了 我希望讓他回頭 回到哪裡 回到這個x跟y的上面這一行 讓他可以繼續輸入 輸入完之後再繼續判斷 所以如果你希望程式可以回到上面去的話 那這邊可能會需要 學會這個第一個加上標籤 或者叫書籤 其實這個概念其實蠻像做網頁那個書籤 書籤的話其實有個簡單的規則 第一個 假設我加一個書籤名稱叫re好了 所以我加在哪裡 加在x跟y的上面 然後加一個冒號 re冒號呢 那這個指的就是我標籤的位置 那如果將來我要讓他回到那個地方的話 那你就是加一個go to的敘述 所以特別說go to 實際上就是你要跳到哪一個書籤的位置 那上面有個re冒號 那你就打一個re就可以了 不用冒號 OK 那表示說我要跳到那邊去 那所以喔 以前假設 我們沒有加這個防呆的機制的話 他就會錯 錯的話就卡住了 那如果我加了一個防呆機制的話 那他還有機會怎麼樣 喔 告訴你說格式錯誤了 對不對 但是不會結束 他會自動從這邊再跳回到上面 然後讓他繼續輸入 我們來試一下資訊給各位看 喔 假設是錯的 然後這個錯 然後這也錯喔 那剛剛會有一個錯誤訊息提示 對不對 OK沒關係 然後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又繼續跳回來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又輸入錯誤 他就是會讓你一直錯誤 然後又跳回去了 直到你輸入正確為止 所以你要怎麼樣比較友善的去幫使用者 因為有些為什麼使用者一直輸入錯誤 其實你可能要考慮到他為什麼輸入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說 那個標準格式是怎麼樣 所以喔 可能要不然使用手冊 要不然的話呢 這樣就對了 他就可以過了 OK 那所以啊 如果貼心一點 要不然你就是在什麼 請輸入查詢日期 然後怎麼樣 或者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格式 讓他知道說呢 格式 比如這邊的話可以加一個 格式範圍 或者加一個例就可以 例如啦 OK 然後讓他知道說 就是2022的10月1號 類似這樣 然後你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例就是多一個讓他可以參考的一個格式 讓他知道說呢 可以怎麼樣打 他就比較不會說 因為不知道怎麼輸入而造成的錯誤 這個可能在思考看看 因為其實城市裡面最麻煩還是 防待機制 因為你可能所有東西都 確定OK 那表示這個城市是穩定的 所以 主要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sday OK 那如果你前面這個VBA不加也沒關係 因為VBA點 他好處就是說 他會自動帶出VBA裡面 有哪一些 這個 他裡面內建的方法 就是函數啦 那其中的話 我印象中 is開頭的其實還蠻多的 is array 他是不是正列 他是不是日期 等等的 is new array 這蠻常用的 是不是一個數字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其他房待我就不加了 因為這太多需要再加了 另外可能還要再判斷什麼 這個 他格式對了 但是如果剛剛提到 如果第一個日期 比第二個日期還來的大 他剛好輸入顛倒 那也不對 那可能你要把它抓出來 這個後續也許你們自己再 把它加一下好了 OK 試試看齁